哇,你這麼大隻鵝,看到嗎? 兄弟,看到這個環境都知道 十分優美 但是這裡 並不是大家想像之中 這麼棒 至少我覺得 不是說完全真的很棒 為什麼呢? 稍後你就知道了 那今天呢,要航拍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有很多兄弟都沒有航拍過 大家可能去過水壩 水塘啊 山啊 一些建築物啊 或者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但是這次我去這裡呢 應該比較冷滿一些 還有比較危險一些 那其實我現在 那個心情都比較沉重一些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在那條縫裡 其實見不見到是什麼來 如果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這裡是 位於多倫多 半個小時車程以東的 一個地方呢 是叫做皮克寧 Pickering 那如果我說皮克寧的話 那可能大家有一點點答案 如果你是新移民的那些兄弟 是否從來都沒有猜到 這裡是有個核電廠 是核電廠 說得對 這個核電廠呢 是由1970年代那時候 已經開始運作到現在 供應著安大略省 大概20%至25%的電力 看不見到有人釣魚 看不見到這裡有人釣魚 據聞呢 在核電廠附近的地方 你釣到的魚呢 是特別大條的 那相信 我不用解釋 你又不要說 真的很多人在這裡 現在這麼早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這裡 是吧?釣魚 不知道牠們會不會釣到 那些很大條的那些 如果你釣到那些很大條的那些 其實不應該吃 我要找牠好一點的位置 我去到那裡 那個嘟嘟那裡 那就放航拍機 去到再跟大家說 其實在這裡釣魚 是不是跟自己開玩笑 有很多人經過 那我等那些人過了之後 我才開始 不想嚇到牠們 釣到電廠旁邊飛 會不會爆炸 好啊 今天風都勉強叫做OK啦 返航點已刷新 請留意返航位置 把返航點 調高一點點 好 調到200米 起飛 返航點已刷新 請留意返航位置 我會距離遠一點點 保持一個距離 首先我升高到大概 一百米以上 其實是 要留意很多東西 因為這裡是限飛距離 甚至 核電廠的上空 是一個禁飛距離 我再升高一點點 是一個禁飛距離 我首先升高到大概 一百米左右 然後我就會去 視察一下環境 因為不可以犯法 因為這裡其實 都幾危險 因為核電廠的上空 是一個禁飛距 我是不可以飛進去 雖然呢 核電廠都 十分之安全 但是我都是 只能夠遠距離拍攝 其實為什麼我會來這個核電廠呢 其實 兩三年之後 大概 我不肯定 政府的東西常常改 大概 2025年之前 好像說就開始是 會清拆 我不知道它是搬遷還是怎樣 是 搬來這裡 會拆 拆了這裡 其實這裡呢 眨眼看都有 若干的反應堆 就是那些圓波仔 其實這個核電廠呢 就在1970年那時候 開始呢 已經是 已經是 投入服務了 供應安大略省呢 某一定百分比的 電量 你看到呢 所有的核電廠呢 其實都是 還海來建築的 因為 是需要大量的海水 去降溫 那我現在呢 是用一個低速 慢速來拍攝 因為始終都 不想沒有這個風險 那現在我的空呢 和機器的連接呢 是十分之 十分之清晰 那我 那我就 盡量都不想 去 繞到後面 核電廠的另外一邊呢 因為有很多 航拍的兄弟都說 如果是 飛了入一些 限飛區的後面呢 即是和你的 遙控不能夠 直接 連繫到呢 那你就很難 會回來 你控制不到他回來 那我現在這麼低飛呢 一百米呢 其實是 十分之保守啊 如果你眼見 那個環境呢 那個 拍攝那個圖像呢 不能夠看得很清楚 究竟 核電廠裡面 中心那個範圍 是 是什麼 但我 外面我先拍了一陣 先 我都一直要留意著那個 控的連接 其實我 是拍這麼多次 我是最手震的 這次 我是比較手震的 坦白說 真是 我這次真的 真是 我看過 控的連接都 都幾好 而且電量都幾足夠 那我就 繼續進行拍攝 不然我就要反向了 這個核電廠呢 不算很大 比起一些很誇張的那些 即是美國那些 他們是十分之大座 尤其是在 安大略湖一帶附近 其實美國是有很多的核電廠的 好 我再飛高一點點 我飛到上去 200米 我飛到上去200米 角度可以下一點點 我看到核電廠真的不太大 譬如說它背後那些 就好像比較平坦一點 也都不見有很多太多的建築物 其實這邊呢 我懷疑都有一個叫做污水處理的地方 就可能是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核廢料 我希望他們處理得好些 如果不然呢 其實因為這間核電廠 距離多倫多 是半個小時車程 假設呢 如果這間公司有什麼事 其實大家都走不掉 我不知道一些新移民 其實會不會了解到 其實多倫多是有一個核電廠在旁邊的 那想當年呢 香港在80年代呢 就說想起那個什麼大亞灣 那有很多人很擔心 有些人就可能反對 但是也都過了這麼多年 也都相安無事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兄弟 知不知道核反應堆呢 是一種能量不斷擴散 而產生一種電力 而這種能量不斷擴散出去的話呢 而產生電力呢 其實是 不是一種最安全的做法來的 也都有很多陰謀論 就說有些外星人 就說 你們人類用核電其實 不是那麼好啊 所以現在有很多科學家 就好像是發明一種 在研究一種能量呢 是聚合的 好像叫核聚變 那核聚變這種方式呢 就不是擴散 是向內去結合 而產生能量 那這種方式呢 就好像是十分之安全 那我相信呢 那我相信呢 很多香港的航拍兄弟呢 也都未必真是 有機會拍到核電廠的外貌 那所以就 所以就大家交流一下 我又不敢說 飛到去 去哪裏的範圍 因為我再過的範圍呢 其實就 十分之危險 而且是限飛距 那我現在留意到 電量呢 還有60% 遙控的連接 可能的距離 和我現在站的位置 都不是太遠了 其實我看到一公里都沒有 加上我飛到這麼高 就應該沒有一些障礙物 就這樣數 好像有八個反應堆 而就這樣看下去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是非常之近民居的 就是 他們那個水壩 那個河流呢 一直伸出去呢 用來多些水去降溫 我相信 對於安大略湖的影響 他們都評估過的 那 應該都不是一個問題 我試一下拍下另外一邊 是有一些民居在這裡 那大家就會知道 究竟有多近 如果初來移民那些呢 他們未必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說波羅斯多 原來有一個核電廠在旁邊 鏡頭一轉 左邊這裡就開始民居了 所以說其實都 都幾近 那麽多年都沒有發生過事故 其實都是 不幸之中的大行 那我現在就 離開這個地方 離開這個地方 好 各位兄弟 給個點讚 我判了一條命 這次真的判了一條命 走過來拍 訂閱 訂閱 分享 CLS 不是瘋子 CLS 是留言 讚 讚 分享 下次再找一些地方拍攝 如果他們進入了一個清拆的工程 我都會不停地走來這裡 和大家跟進一下 和行拍一下 看看他們怎樣 好吧 再說再說 Thank you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